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笑一会不行 那我真的好多给我心中留自己的一个含血动油杀身那种 我根本没办法看 那个叫黑色戏剧嘛 民工啊 民工那个也有点惨 对 黑色幽默让我好啊对吧 对 然后那个药神也是 就是当时点映的时候你说我们这部电影充满了信心 我应该是觉得蛤 就这种我真的看脱了 你来骗我 真的是 真的是 而且就是我跟那个谁 我跟我们的那个谁来着 叫什么的 他有点转 对 就跟他一块去看电影 对 真的是有人 天哪 就感觉就鼻子你知道吗 一直在 然后我侧脸去看他 哇他也在 哇 哇天哪 我再一个决筹吗 我这个人想推过去 看他东西 我这点跟你说 他特别像那个 就是中国的大厚买家俱乐团 后来我就说 这个像中国的修代乐团 王淑君俱开电影版 爱情工业 你们对这东西有什么参考吗 就是这个事情是 他之前就是介绍采访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帮我团 帮我神奇 就是一个 就比较脂胀的角色 会有什么来账啊 什么的 就是他现在就像说 我抱一眼 为什么 他不拍 你要是在艾斯的手机里面结束 就是有人说他说关键新疯网本 因为他最近我让神子去报了 所以我就说他不知道 所以是疯网本 我其实觉得不说回他 就是说每个人没有爱这些公司 就没有他今天 我其实是觉得不太认识 有一个我是觉得可以提出来之一的点 就是说即使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不够好 或者说是一段你不好的经历 但是它毕竟涉及到很多的 你的可能是你曾经的朋友 或者说你曾经相处过的一个环境也好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拿出来 在这个时候大说策说 尤其是在你新天上映的时候 有可能你自己没有吵过的嫌疑 或者说你也没有这个信 但是你放在他的时候 大家就会这么认为 他有个时间点 他那个时候他那年他发了一个局势 然后他的朋友也那年 就是吓了 然后所以这两个部分 就是比他 我觉得现在是给他两个大生机的 他那年过后 他就真的有那种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觉得这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要用你的不在乎去伤害其他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而且说是 你凭什么要绑架人家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他可能说是 每个人觉得 那个《爱心灰》是我的童年回忆 然后呢你就应该去 那种不去呢 然后人家就是不想演了你的组招 就是你 你就是不愿意去你的组招 我就会 我就是不演了你组招吧 对 但是我就觉得说是 他作为一个演员 他又选择自己作品的权利 然后下一条就是火箭少女101 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个女团特别惨的 就是说她们先是爆出了那个 就是某一些传染的人 是吧 然后又是三台两台的上热搜 但是都是那种特别没人讲的 上去了就下来的那种 然后今天好像是 昨天吧 她们又合影 然后十一个人在团 七个人在合影 有那个 然后谭总也出了 但感觉到 就是可能说是 她们的热度 确实是在慢慢的下滑 好像突然间就没有什么人在关注她们了 因为这种就是一夜放风 最后导致后半生的生涯 温暖结束的案例太多了 但是实际上你作为一个艺人也好 你还是一个商品的 你需要的是团队给你的规划 你需要的是说 怎么规划你未来的发展 反正今天以前那时候 我之前很想说是 刚才是有一个选择的 因为有好多艺人的团队都说 选择的事儿 其实是可备独立的中国 艺人发展的团队 现在我就跟你们说吧 就是一家什么造酒厂 什么一家造玩具的 然后一家造自行车的 他们都在做 都在招练学生舞蹈 天啊 我就觉得太恐怖了 又有无数辍学 无家可贵的商品 所以如果具体了解女具团的话 要点看你的影片 是这样的 就关注李玉大肯腾666 看我对搜索我的名字就行了 搜索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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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我对中日韩偶像的看法 真的是全面的看法 可以写漏门的那种 我跟你说 下一个就叫 艾拉 艾拉离开华言 艾拉离开华言 就是说可能她跟她的老公 然后要开一个新公司 然后自己要做导演 对吧 其实我 其实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对她做导演 就是一点不意外 而且我是觉得 如果她要做导演的话 那个找她合作的发行公司 应该叫做 大家喊出她的名字吧 汪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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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倩特别喜欢这种什么 歌手啊 演员啊 而且她要拍到她最好 因为她不只有职子 发开这一幕 对 我们可以拍热带云 可以拍候鸟 猎人类吧 可以拍和平饭店 对 可以拍是不是大 对 对 人家说起来 不想怎么办 不想怎么办 不思妙 然后她传出这个事 她自己单独牵出去了 然后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 然后说完了 是不是签了去 就是实质性解散的一锅啊 就是 我就来说一个啊 做人资深的传话品 她们是怎么写的呢 首先是六位成员 她们制定了一个二十年 也没有解散过 她们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就个人和个人活动的时候 有自己的经纪公司 然后签了一个人 然后组合的合同 是签到另外一个公司 然后可能是同一个公司 就个人和组合 是可能同一个公司 可能不同的公司 然后双方是可以并行的 然后呢 这只是单程唱片方面的 还有演戏方面的 联系方面的合同 然后包括出书方面的合同 就是说艺人 她不光是一个歌手 就一个身份 她有很多种身份 我个人是觉得大家不用感情 就是说 她可能只是在做 其他方面的一些尝试 然后签一些 其他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一些 对 一些合约 对吧 然后可能就是啊 团队的合约还是在华言 她们还是在训组 而且这我不管 我说如果说是 国内这些组合里面 人间自由真情在的 这些组合里面 我相信SAG还是那种 就是不是为了钱而合在一起的 她们确实是真感情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说 其实SAG就是作为一个组合 她们有很多很多 那种之前可以单位的机会 但是她们都没单位了 对吧 而且有很多事件是可以导致单位的 对啊 也都没单位了 这个周末 大家特别期待了 很多综艺都要上了 然后那个包括 中国好声音 注意是更名了 然后那个 看里边有那个 有谢年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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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杰伦 余正亲 还有李健 然后还有一个中国新说唱 大家肯定都会看了吧 然后有那个 我们的吴义凡 邓紫棋 邓紫棋 还有 热狗 张正月 泰国 胖美国 还有一个昨天已经播出的 《朝英战记》 还有就是 继续播出的《明日之子》 这是这次第一次的尝试 视频拍摄 大家喜欢吗 喜欢了 喜欢了 好喜欢就行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 有什么 点子 不管你喜欢我们下期再见